推行家庭暴力防治法 微服部15号串联北中南 同步举办了反家暴而虐自行车日 台中市从市府广场出发 而副市长林一银举上百位民众骑的自行车 行经文行森林公园与国家格纪院等地标 将反家暴而虐的理念提广到更多人心中 老市副市长林一银与民众跟着老师一起动动手脚 伸展筋骨 大家一早就来到市府广场 准备参加骑自行车活动 宣导反家庭暴力 很好啊 这个活动很好啊 因为它可以增加亲子的互动啊 然后可以让大家能够知道 就是说 就是要反暴力啦 家庭不能有暴力这样子 因为应该说 现在看起来很多说 额虐或家暴的议题的部分 那我觉得来详细这个活动 也让孩子有这种观念 更加分析 台湾推行家庭暴力防治法 今年迈入第20年 市府结合卫福部 同步举办反家暴而虐自行车日 并配合中央的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 将服务介入重心放在处育家庭为主 提高服务的可进性及完整性 协助个人以及脆弱家庭脱离家暴而虐等等威胁 从这些数字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都可以预防 那我上次在看那个CDR的数字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那个孩子被虐待的 那个多重虐待最后死亡的案件 那真的是很不忍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暴的议题 其实很值得大家 就是要多一点假扮 就大家互相彼此关系 请脱印 哇 我们看到呢 四位队兵 众人依序在宣导车身按下脱印 并喊出口号 相保业民众一同从市府广场出发 途中行经文新森林公园 及国家各职员等地标 将反家暴而虐理念 推广到社会各角落 接下来是台中常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